我們第一個先把介面佈置好之後 再來就是我們要來撰寫程式 那撰寫程式之前確認一下 就是說你的assets assets裡面呢到底有沒有一個檔案 比如說這裡的話我們放一個叫deadjam 或者你其他放一個檔案都可以 那副檔名的話是點tst OK那把這個地方這個檔案 放進來之後呢 那我們要怎麼開啟 接下來的話我們開啟這個地方 開啟這個我們的java檔 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呢 當然一樣 畫面上面呢 只有一個就是testview 所以我們宣蓋一個testview 那將來這個地方也要做一個連結 所以這個前面我想這兩個步驟是一樣 主要呢 可以開啟那個檔案 你必須用底下這個部分 特別注意要開啟這個檔案 我們需要用到java的io 那這個地方的話java的io裡面包含哪一些 特別注意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說你沒有input的話請預先input input什麼 java.io裡面的話有input string OK還有input exception 就是例外處理 然後呢還有其他的話像那個utile 看你要不要把這個輸出到log裡面 OK 那大概是這一這幾個 還有一個testview 這個已經底下有了 OK那我們來看一下 要怎麼樣開啟這個文字檔案 這部分其實是java的用法 那裡面的話呢 首先 我們第一個步驟是 宣告一個什麼 input string的一個 類別 物件名稱叫 s好了 然後呢 利用什麼呢 利用get assets 點open 去把這個檔案給開起來 就是我們放在assets裡面的這個文字檔案 然後把它open起來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 我們要去計算說這個檔案呢 它裡面的大小 那怎麼樣計算大小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會宣告一個size 這個size裡面的話呢 我們利用那個 這個input string的裡面有一個available的一個方法 我們去計算說呢這個地方呢需要多大的空間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用buffer這邊有個陣列 那特別注意是一個byte的陣列 去把 這一個 檔案給 讀進來 那這個地方size呢就會 知道說這一個檔案文字檔 它的這個長度有多少 然後呢把它 讀到這個buffer buffer的陣列裡面 buffer陣列裡面 再來的話呢 我們用那個read 這個read把它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呢 最後記得把它關閉 關閉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取得 這個檔案裡面的資料 裡面的文字資料 然後呢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一個 裡面的資料呢 放到 再宣告一個變數叫test 的一個字串變數 那利用什麼方式呢 利用new一個stream的buffer 把剛剛這個buffer把它讀進來 讀到test裡面 然後呢再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一個 我們畫面的上面那個testview 用set test 把這個 這個文字呢把它放進來 讀進來的意思 OK 那最後的話呢 當然呢 如果說你這個地方沒有做什麼 try catch的 包覆的話 假設我這邊 我這個是有包覆 假如說呢 你沒有包覆的話 你記得要做包覆 不過呢 在Eclipse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它會自動幫我包覆 那怎麼自動包覆呢 你可以把你要包覆的 就是我們這段程式按右鍵 選舉按右鍵 它這邊呢 可以有一個簡單的功能 叫什麼 try catch 區塊 它可以自動幫我做什麼 try catch的包覆 那你這個地方呢 就可以自動呢 幫我try catch包覆 因為如果沒有包覆的話呢 那程式會產生 會有錯誤 訊息產生 OK 那我把這個地方呢 做完畢之後的話呢 把它做save save之後的話呢 再run一下 直接 執行之後的話 那我們在模擬器裡面呢 應該可以看到 它會幫我把 這一個 文字檔 把它開起來 開起來之後的話呢 並且 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文字檔 開起來之後的話 然後呢 秀在那個testview裡面 OK 秀在testview裡面 這個部分就完成了 那當然 這樣太簡單了 其實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就是說 因為開一個檔 其實我覺得 這個範例還蠻好用的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要很多個文字檔 然後在你的assess裡面 假設你隨便抓個三個檔 那你就可以做什麼呢 比如說 上面做一個radio button好了 比如說 1 2 3 然後當你點了1的話 1的 1的什麼呢 testview把它 裡面的文字秀出來 點了2的話呢 第二個檔案秀出來 點了3的話 第三個檔案秀出來 這個就有點像 你可以用這個做什麼 做電子書嘛 比如說 假設這個 這個小說裡面 它裡面總共有100回 那你就100 不過做100回 可能要做個清單 用那個radio button 可能不適合 如果你當然 當然只有三個檔 三個檔案的話 你可以做radio button 我想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試試看 把這個檔案讀進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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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